各位同学大家好,本次课是关于第十一季数字江苏差异题的讲解, 一共是五个数字推理题和一篇资料分析,先看一下第一部分数字推理题。 做数字推理题要想做好的话,需要大家去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识, 同时有的题会比较难,并且出题也比较灵活, 这也需要咱们去多次尝试才能够做出来。 去做数字推理题的时候,不要着急下笔,先看一下这道题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题, 也就是来判别一下它是属于特征数列还是属于非特征数列的话。 那如果说它含有分数,像素较长,或者是含有一些特殊符号, 加号啊,根号等这些特征的时候,那它就属于特征数列。 那么对于特征数列的话,它下面也分很多种不同的特征数列, 那不同的特征数列呢,它有不同的解题方法。 比如说它属于分数数列,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否反约分能做, 是否是将分子或者分母统一成一个相同的数字能做, 或者说这个相邻相之间呢,加线乘除啊,能做等等。 那如果说这个数列项数较长,包括所求向大于等于7项的时候, 那我们优先考虑多重数列。 那多重数列的多题方法呢,就是交叉或者是分组。 那再比如说,一个数列呢,它是在密次数附近的数, 那么我们就优先考虑密次数列。 那密次数列的话,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原数列转化为所对应的密次数, 结合修正项的形式即可靠。 那这个呢,就是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所包括的特征数列。 那如果说这个数列没有什么特征的话, 那么我们说,就是考虑的是非特征数列。 对于非特征数列而言,我们优先考虑去做差。 做差不行的话,我们再去自合或者是低推。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数据。 如果说你能够,啊,疫苗或者凭借你的一个灵感, 能够很快的去判别出这道题到底怎么做, 那前面这些步骤都可以省略。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题。 第一题还是我们来判别一下这道题有没有什么特征。 好,没有什么特征啊。 所以说它属于非特征数列。 那非特征数列的话,我们可以优先考虑做差。 做差不行,再做和或者低推。 那么这道题呢,是用做差是找不到规律的。 所以说我们转化思路,做和即可。 那么相邻两项之间做和,4加2的6, 依此类推,25,64,81。 好,那做完的这个和,我们能够发现, 尤其是25,64,81啊,都是多次方数。 所以说我们可以将原数列进行一个转化,转化为密次数。 那6要想转化的话,只能是6的一次方。 25呢,是5的平方。 那接下来的64,可以写成8的平方,也可以写成4的三次方。 那结合前面的6的一次方和5的二次方, 所以说这里写成4的三次方是最好的。 当你写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已经成规律了。 我们再往下看,81,那自然就是3的四次方。 好,所以说下一项,我们看,这个密次数的规律呢, 是比数是连续于低减的自然数,指数呢,是连续于低增的自然数。 所以说3的四次方下一方,下一项就是2的五次方, 也就意味着81,后面呢是32,2的五次方是32嘛。 好,40加上所求项等于32,所以说所求项呢就是复8。 总常这道题,我们选择了A选项。 好,看第二题。 第二题,这道题难,证确率很低。 那这道题呢,如果说单纯我们刚从我们之前讲的这个理论角度来讲, 那这道题它属于非特征数列。 非特征数列,我们说优先考虑做差,做合,不行,低推。 但是实际上我们做差也好,做合也好,低推也好呢,我们都没有做出来。 那实际上这道题呢,诶,它是多重数列。 实际上是多重数列。 在这里,如果说学过理论的同学可能会有疑问,它怎么是多重数列呢? 我们对多重数列的定义不是包括所求项大于等于7项的时候才是多重数列吗? 那这个数列它也不长,只有6项,怎么是多重数列? 那实际上在这里面,针对,因为大家想,我们这块是江苏的差一题, 那么我们命题的时候呢,也是根据江苏真题考试的特点去命题,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啊,这个是我们江苏的考法。 我们说多重数列在江苏这里,我们可以说分为常规的多重数列。 那所谓的常规就是很长,包括所求项大于等于7项。 那么非常规的,就是像第二题这种多长只有6项, 那这就是非常规的多重数列。 好,然后既然是多重数列, 那么我们说它采用的这个常用的方式方法, 就是交叉或者是分组。 因为这道题本身呢,它是用交叉是能够做出来的, 所以说它是多重数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在这里面需要同学们去记住一件事情, 比如说你如果说参加的是江苏的考试, 那么这道题看起来是非特征数列, 但是呢,你尝试了其他各种方法, 叉啊,核啊,地锤等等,你都做不出来。 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你参加的是江苏考试, 你就试一下它是不是多重数列。 多重数列在咱们江苏考试的真题当中呢, 已经近十年没有出现了啊, 据说这十来年都没有这个考过多重数列。 但是在它以往,就很久之前的这个老题当中, 老考试当中, 它就常考这种常规的多重数列, 那也是包括所学校大得一七项的, 和这种非常规的, 就是这种简短的六项的。 好,所以说,大家要记住, 用其他方法不行的时候, 得试一下这个多重。 好,那么在这里面还是, 我们可以交叉看一下, 能够找到规律。 不行的话,我们再可以分组哈。 那交叉的话, 把基数项单独拎出来, 十一,十四,十七, 啊,好像挺好啊, 十一,十四,十七, 这不是一个公差为三的等差数列吗? 好像有点希望哈, 那我们再试一下偶数项呢, 偶数项单独拎出来, 二,括号,还有十八, 哎,这个括号放在中间, 这是啥呢? 那你看,这个二和十八, 二和十八好像有明显的并不关系, 我带入选项的时候, 比如我把这个并向带入, 嗯,你看并向带入的时候, 把六带入, 那是相离相之间是三倍关系, 所以说它是一个公比为三的等比数列, 那所以说这道题综上, 我们就选择并选项, 综上我们就选择并选项。 好,这个就是啊, 当你参加江苏的考试的时候, 其他方法都做不出来的时候, 然后呢,尤其是当, 尤其是当这个括号, 在这个中间位置的时候, 不是在最后一个位置的时候, 那这种题你做差, 做和不行的时候, 你考虑低推或者是不同数列, 参加江苏生的考试, 好,那么这道题呢, 可能哈, 老师正确的选项已经想完了, 但是可能有的同学呢, 是选择了A选项, 有的同学可能选择A选项这个错误项, 居多, 而且A选项也是明显一个坑点, 一个干扰项, 它错在哪呢? 可能说有的同学到现在还没有反过来, 现在老师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你错在哪里了, 你如果选择A选项是你这个做和出现了问题, 好, 什么意思, 你是做和来做的, 那好, 做和11加上2, 13, 然后呢, 16, 13, 16是不是等差数列啊, 这道题啊, 那我猜一下吧, 因为这个数列不就是, 有的是需要猜猜猜吗, 往下猜一下, 那我猜一下下边是不是19, 公差3, 那如果19是不是括号数就是5, 有选项, 我猜了一下, 选了A, 那有的同学, 那就5, 还在验证一下吧, 正好这个你看5加上17, 22, 19的下降22, 完事, 好开心, 那选择A, 那实际上错了, 你看, 那如果是按照和式公差为3的等差数列的话, 那么22的下一项是不是就应该是25, 但是17加上18, 实际上是多少, 实际上是35, 对吧, 所以你在这里面, 就相当于没有验完整, 就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显像, 好, 就是这道题呢, 一错像是A, 大家选的比较多, 实际上真正答案呢是B, 好, 这个就是第二题, 然后呢, 我给大家去展示一下, 这个江湖真体多重数列, 这种非常规的多重数列的一个展示啊, 那么是关于多重数列的, 其实啊, 最近考的年份, 最新的年份还是2011年的真体了, 已经是非常老的题了, 你看一下, 上面的这道题还是, 大眼望去是属于非特重数列, 然后呢, 你是做叉做和, 地图都倒不到归类, 那这种情况下, 我猜测一下, 它是不是多重数列呢, 那你看, 相邻两项之间9和15, 差6, 相邻两项之间27和33之间差6, 那么这里, 我猜测也差6, 那此时就应该是19, 有选项选择B, 好, 来看下面这道题, 同样是这个思路, 哎, 非常, 那个, 非特重数列, 然后做啥做和都找不到规律, 对吧, 好, 我参加这江苏考试, 那么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多重数列呢, 好, 那么在这里面, 这道题呢, 这道题是交叉找到的规律, 我们把它这个拎出来啊, 交叉找到的规律, 金数项, 1, 2, 16, 偶数项呢, 1, 625, 但是在这里的话, 如果说你想看, 这个1和2, 这两个小数字好像看不出什么规律, 我们只能从16和625就说, 那16和625都是, 很明显是密次数, 很明显是密次数是吧, 然后你会发现好像, 哎, 怎么回事呢, 你会发现2到16, 好像是2的4次方位, 然后这个625, 如果说你对密次数熟悉, 它好像确实也可以写成某个B次方数, 正好是5的4次方是625,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我们看, 1是2的0次密, 2, 126分别是2的0次密, 1次密和4次密, 然后下边呢, 哎, 下边1, 因为我们这里猜测, 这里是可能是5嘛, 猜测这里是5, 对吧, 那你看, 这里是分别是5的0次密, 1次密, 4次密,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道题选择B选项, 那下面这道题也是偏难一点, 很难很难, 证确率也都是非常低的, 这个就是关于非常规性的, 就是见的比较少的这种多重数列的一个考法, 那当然其实我们现在的考试当中, 考的最多的还是包括所求上大于等于7项的那种, 就还是偏长的那种, 好, 来看一下第三题, 那第三题呢, 是带根号, 带根号的, 并且呢, 分为根号外部分和根号内部分, 因为在这里面根号5是可以写成1倍的根号5的, 所以说, 根号外有数字, 根号内有数字, 那么我们说这种题啊, 我们做这种, 它属于绩效化分数列嘛, 我们说带这种根号数字的时候, 我们有两种这个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 这种方式呢, 是有想根号外的数字单独拎出来找规律, 然后根号内的数字单独拎出来找规律,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呢, 我是根号外和根号内结合找规律, 那如何来结合找规律呢, 但是如果说你想, 你想的什么, 你想另外结合找规律, 其实你大概能够发现一个规律, 大概能够发现一个规律, 你会发现你看1倍的根号5, 5是1的5倍, 然后3倍的根号15呢, 根号内是根号外的5倍, 7倍的根号35, 外是内的5倍, 11倍的根号55, 外是内的5倍, 但是这个8倍的根号15, 8倍的根号5, 完全不满足根号内是根号外的5倍, 是不是, 那这里你肯定给它得变踏, 这是第一点要变踏的原因, 第二点要变踏的原因呢, 是你这个外部单独看和内部单独看的时候, 也得变踏一看, 外部的数字是138711, 很明显这个8打破了这个外部数字递增的规律, 然后你再看内部呢, 55, 5, 35, 55, 也是, 这个根号5啊, 这个5也打破了内部递增的规律, 所以说必然要改到它, 那既然要改到它, 我想也是按照这个递增的规律去改变的话, 所以说你看, 你得把8倍的根号5最终改变的这个数字呢, 外边的数字得位于三和七之间, 内部的数字呢, 得位于15和35之间, 是吧, 那么我们看8倍的根号15, 8是可以写成4乘以2的, 然后它就等于4倍, 我把2挪理, 那就是4倍的根号20, 那此时你看4正好满足位于三和之间, 根号20啊, 这个20呢正好满足位于15和35之间, 所以说暂时是猜测是这样应该可能可以, 所以说你可以在接下来再去试一下, 那外部的数字, 你去找一下这个规律的话, 你看134711, 那很明显, 它是一个简单的低推核数列, 对吧, 所以说它的下一项就应该是7加11等于18, 然后我看内部呢, 内部呢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有两种做的方式啊, 第一种我先写一下, 你看内部是五十五二十三十五五十五对吧, 那也它是也是这个低推核, 五加十五的二十, 十五加十的三十五, 二十加上三十五等于五十五, 所以说下一项三十五加上五十五那等于九十, 其实所求一下呢是18倍的根号下九十, 这是你内部你又推了一下低推核, 那当然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讲的, 内部的数字, 根号内的数字是根号外的数字五倍, 如果说你知道根号外的数字已经是十八了, 那么根号内的数字直接是十八乘以五, 九十也是可以的, 十八倍的根号九十, 那十八倍的根号九十在选项里面没有, 所以说我们还得需要整理一下, 根号九十可以写成九, 九, 根号下九乘以十, 那九我给它拿出来, 那就十八乘以三, 那是五十四倍的根号十, 所以说这道题我们选择低选项, 好, 这个是这道题, 接下来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是不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 对吧, 所以说它属于非特征数例, 那既然是非特征数例的话, 我们可以优先考虑去做差, 好, 那么我们来做一下, 七, 八, 十三, 二十二, 好, 那做完这一次差没什么规律, 这种情况下也不要放弃, 我们可以往下再次尝试, 去做差或者做何都有可能, 那么我们再次尝试一下做差, 一, 五, 九, 好, 那么这个一五九是一个公差为四的等差数列, 是吧, 所以说下一项就应该是九加四等于十三, 那么二十二的下一项就应该是二十二, 加上十三三入, 所以说所求项就是五十九加上三十五, 九十四, 那么这道题我们选择C选项, 这道题呢是我们做了二次差才找的规律, 那么在其他的一些题当中, 我们可能啊, 还有可能是我做二次和找的规律, 或者是我第一次做差, 第二次做和找到的规律, 或者是第一次做和, 第二次做差找到的规律都有可能啊, 好, 来看一下第五题, 第五题呢可能也是稍微会难一点, 稍微会难一点, 好, 来看一下这道题, 那这道题呢它是一个分数数列, 对不对, 然后我们去做分数数列的时候呢, 一般情况下就是出的题, 居多的就是我想把分子或者分母勾造成这种低增或者低减的趋势, 那分母是满足这个趋势的, 但是分子一二三四到这个三在这里, 二十六分之三, 这个分子这个三很明显打破了这个趋势, 但是我想把这个二十六分之三这个三想变成这个分子三想变成五还变不了, 因为五不是三的种类备, 所以说我现在根本就动不了,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 这种也就是说暂时的思路是不可以了是不是, 是不可以了, 那我就得转变思路, 我一转变思路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事儿啊, 啥事儿呢, 你看选项, 选项的分子, A选项分子是三, B选项分子呢, B选项的分子我是可以给它改变成分子是三或者四的, C选项分子是三, B选项分子是四, 对吧, 选项的分子是三四, 并且呢, 我们题干当中, 你像这种分子三四, 也都有, 对不对, 所以我猜测这道题是不是要把这个分子改造成三四的情况啊, 应该是吧, 那我试一下呗, 好, 那你试一下的话, 你看在这里面, 17分之三, 21分之四, 还有26分之三都改变不了的吧, 那你唯一能动的是谁啊, 是不是四分之一和七分之二, 对吧, 那么七分之二这个二只能变成分子是四的, 所以说在这里面是十四分之四, 看起来好像应该是这个, 三四结合的这个分子啊, 好, 所以说四分之一呢, 改造成分子是三的, 十二分之三, 那此时我们看一下规律, 分子三四三四三四结合, 所以说所求相的分子是四, 那么分母呢, 分母是十二, 十四, 十七, 二十一, 二十六, 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律, 那我做差试一下吧, 做差试二, 三, 四, 五啊, 那所以说下一项做差试应该是六, 那也就意味着分母二十六的下一项, 应该是二十六加六, 三十二, 所求相的分母是三十二, 三十二分之四就不正好是八分之一吗,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了B选项, 好, 那么说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其实我们一个明显的思路呢, 就是结合选项来猜测规律, 结合选项的特点来猜规律, 那么在什么题当中,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思路呢, 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的这种题, 分数, 分数数列, 那这种呢往往就是会出现这个像把分子变成这个相同的数字, 或者把分母变成相同的数字的时候, 那这个这个题呢是相同, 相当于把分子变成相同的三四, 那第二个呢是关于密次数列, 因为这个有的题啊, 他那个可能说这个体干密次数体干呢, 本身密次数不明显, 但是我一看选项, 这个选项呢, 哎, 有密次数还有密次附近的数, 那我猜测一下这道题, 有可能也是用密次这个思维来做的, 好, 第三种, 是关于这种做商数列, 那做商数列也是, 那体干本身可能说这个相邻两项之间的倍数关系, 不明显, 但是如果说你看一下选项呢, 选项和我们数, 题干的这个最后一个数字, 呃, 倍数关系非常明显的话, 并且呢, 题干本身还有一两个那么倍数关系明显的, 所以说我可以猜测一下, 好, 第四个, 就是涉及到那种那个关于成绩的, 那他这个这种这个特点, 成绩所谓的成绩数列就是数列本身, 我做成法这种关系, 啊, 好, 那么这种他的一个选项特点呢, 是选项啊, 斗增, 比如选项非常非常大, 对吧, 跟这个元数列来比, 那就是, 突刷一下增起来, 这斗增,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数列很大可能是用两种方法来做的, 第一种方法呢, 是利用这个成绩的思维来做,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利用这种密次思维来做的, 因为密次嘛, 密次他也会实现这个陡增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好, 这个就是关于我们可以结合选项来采的一些这个数列特点, 好, 那这道题呢, 是有难度的, 那到目前为止, 这五个数字推理题就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是关于民航驾驶员执照的一个事情, 好, 来看一下文字段资料, 时间是2023年, 他说我国民航驾驶员执照总数, 并且告诉我们比上年末增加了多少本, 共包括五类, 那也就意味着在这里面, 1981加上5196加上45986加上176加上28298, 结果是等于81637的, 也就是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 然后再看表, 表的时间是2018年到2022年, 说的是非机类和直升机类, 并且给了我们执照种类和相对应的总计情况, 好, 接下来看下题, 第一题说, 若2023年1月我国民航驾驶员当中, 运动私用商用多人制机组驾驶员执照总数, 约比2022年末增长了0.1%, 则2023年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约比2022年末增长多少本, 那想要求的是航线的增长量, 好, 然后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特点, 在这个, 在这个题本身, 这个题目本身的这五类是不是都出现了, 我想要求航线的增长量, 那我在我们材料上, 回归到我们材料本身, 给了我们总的增长量, 是207本, 我想要求航线的增长量, 我可以用总的增长量207减去7余4类的增长量即可, 是不是,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思维, 那么7余4量, 7余4类也就是运动私用商用多用, 他们是否渴求呢, 渴求, 因为他们的限期量给了, 并且给了增长率, 对不对, 所以说我可以利用公式, 限期量除以1加增长率, 再乘以增长率即可, 好, 那在这里面, 我们说了, 运动私用商用多人质基础的限期量, 我们有两种求法, 第一种呢, 是你可以用1981加上5196, 加上45986, 再加上176, 但是这四个数相较明显要麻烦, 对吧,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用什么, 因为它一共包括五类嘛, 我们可以用总的81637, 减去航线的28298, 这样的话, 他俩之间的这个差, 不就是前四类的限期量嘛, 我知道前四类的限期量, 再除以1加增长率, 再乘以增长率, 那么, 就是前四类的增长量, 这相当于这个, 一共包括五类, 这是前四类, 也就是说, 我想要求航线, 我用总的减去, 总的增长量减去, 其他四类的增长量, 就是航线的增长量, 好, 那么我们来去做一下, 就等于207减上, 我看一下后边的这个数, 括号里的这个数呢, 我们看这个分母, 因为分母这个百分之2.1非常小, 所以1加上百分之2.1, 我们可以直接估算成1, 直接看成1即可, 所以说81637减去28298, 那结果呢, 是5353339, 好, 再乘以这个百分之0.1, 好, 我们再来看, 百分之0.1相当于千分之1, 那么53339, 我往前点这个三位, 点下数点, 那相当于53.339, 就是我们可以看成是约等于53, 207减去53, 结果呢是154, 就是这条题我们选择了第一选项, 好, 那么第一题也就是相当于, 我想要求航线的增长量, 我用总的增长量, 减去剩余四类的增长量, 对吧, 然后呢, 剩余四类的增长量怎么求呢, 利用公式增长量等于限期量除以一加增长率, 再乘以增长率结合, 好, 来看一下第二题, 第二题时间段是19年到22年, 说的是飞机类民航驾驶员执照数量年均增长率, 由高到低排序的是, 然后结合选项呢, 说的是执照种类的这个年均增长率由高到低, 好, 那么我们说年均增长率的公式, 那就是一加上年均增长率的n次方, 等于限期量除以机器量, 因为在这里面时间段都是19年到20年, 所以说它的年份差相同, 我又想要比较年均增长率的大小, 我只需要比较限期量除以机器量的大小即可, 那么在这里面限期量就是用2022年的数据, 机器量呢, 因为江苏审考, 咱们江苏审考的机器要往前推一年, 其实它机器是2018年, 那么我们机器量就用得用的是2018年的数据, 那么做这种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 千万别去这个盲算, 我咔咔咔把这四个增长率, 这个大小都给它这个算算一下, 千万别, 这种题就是先边观察边算, 那么大家你看一眼, 我们是不是只需要比较限期量除以机器量的这个大小即可, 那你看一下这个多人质机组, 它的限期量2022年是176, 机器量呢2018年是185, 那么我176除以185很明显是一个小于1的数, 对吧, 那其他的限期量除以机器量呢, 一大眼都是一个大于1的数, 所以说多人质机组呢, 它是一个增长率排到最低的, 那你结合选项哪个符合, 是不是ad符合, ad符合我们把bc排除, 那此时剩下的也不要说, 我把剩下三个也要算出来b, 你看ad有一个共同的, 那就是私用, 它都排在了第一, 唯一的区别是我想比较, 这个航线和商用, 它到底谁大谁小, 对吧, 那么我只是要比, 老师你去换一个颜色, 换个这个颜色哈, 也就是你接下来, 我只是要比较防线和商用即可了, 那在这里, 老师跟大家去说一下, 你去比较的时候呢, 还是用限期量除以机器量, 那么非常常规的方式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去精算, 或者说呢, 我截取三位来估算, 也是可以的, 那说这种题呢, 其实还是有个技巧题, 我如何去提高这个硬式, 提高这个做题的速度呢, 你可以先截两位来估算, 你可以先截两位来估算, 如果说你截两位, 截完两位去这个做商, 就会出现一个商嘛, 那如果说航线的商和商用的商, 它们之间的差距很大, 比如说一个是1.1, 一个是1.7, 那种商很明显差距很大, 也就意味着你截两位估算, 还是不影响它们的大小关系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自然而然1.7的这个年级自长率也自然高, 好, 那但是如果说你截完两位以后, 哎, 做完这个商啊, 这个, 他们这个商, 这两个商很接近, 比如说一个是1.1, 一个是1.2, 那这种情况下, 因为你这个取两位的时候, 本来是在存在四周五入, 但是1.1和1.2又很接近, 因为1.1和1.2也是本身可能是四周五入过来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 你截两位估算就很不保险了, 就容易出现问题, 然后你这种情况下再截三位估算, 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比如说你看航线, 我截两位估算, 它是27998, 那27998的话我还是写成28更好, 是不是, 更接近于28开头嘛, 然后呢, 再除以这个2018年的24, 好, 那结果呢是1.1倍多, 然后再看商用, 商用呢是截两位43, 然后呢, 再除以30, 这个结果呢是1.4倍多, 那你看这1.1倍多和1.4倍多, 差距是很大的, 也就意味着我原数字, 我截两位的话, 是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大小比较关系的, 不影响, 对吧, 那这种情况下, 我直接都能够判决出来, 商用的年纪造量, 要多远航线, 所以我直接选择第一级课,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真实去估算的时候, 这个结果它俩很接近, 那还是建议你去截三位, 好, 当然如果说有的这个, 有的这个这个大家呢, 有的如果说觉得这样的话, 还是有风险, 不太靠谱, 那么我们可以去截三位估算也是可以的, 好, 来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它说时间段是18年到22年, 飞机类民航驾驶员执照总量多出直升机类, 总量20倍以上的年份有几个, 说的是这个总量的事, 说的是总量的事, 然后在这里面呢, 他说多出20倍以上, 在这里这个多出20倍以上的老师呢, 用这个红笔大家标记了, 因为这一块呢是容易错误的, 大家容易做错, 我们看什么叫多出20倍以上呢, 那么我说如果说多出20倍, A比B多出20倍, A比B多出20倍, 你的列势应该是A除以B减1等于20, 对不对, A比B多出20倍, 那你的列势应该是A比B减1等于20, 那20倍以上呢, 那你就应该是大于20即可, 好,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边形, 就A比B大于21倍,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我们得去这个表格里面, 找出这个两个数相处大于21的年份即可, 那好, 我们来看2018年, 2018年呢是57622除以3107, 那很明显, 商所谓还补到2呢, 所以说2018年直接排除, 2019年同理63454除以3462, 也是商所谓还补到2, 所以说2019年排除, 2020年65230除以3214, 一打眼好像是这个商所谓是到2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理能可能其实是要算一下, 65230除以3214, 它的这个结果呢是等于20倍多一点, 等于20倍多一点呢, 就是没有超过21倍, 所以说20年不符合, 然后2021年71522, 除以3325, 那它的结果呢, 它的结果71522除以3325, 它的结果呢是等于21倍多, 等于21倍多, 那说明它就是超过21倍的, 所以说21年符合, 2022年7166298除以3329, 它的结果呢是等于22倍多一点, 所以说也是超过21倍的, 就是22年符合, 那么综合上符合的是21年22年, 一共是两个, 那么后面的这个2021年是老师给大家其实相当于是这个算出来的, 对不对, 因为你想啊, 这个就是它这个算也是不麻烦的, 不麻烦的, 当然你也可以反向去计算或者估算一下, 反向估算一下, 在脑子里, 在脑海里面是能够算出来, 给你几个例子, 比如说反向思维算, 所以什么是反向思维呢, 你就是由除法形式转化为乘法形式呗, 对吧, 那如果说A除以B要是大于21, 那你要是给它转化为乘法的形式, 就是A得大于B乘以, A得大于B乘以21呗, 你看2021年, 假设举2021年的例子, 你要是直接用3325乘以21, 是不是很麻烦, 那我直接用3325乘以这个, 乘以谁呢, 乘以1000乘以20呗,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本身3325乘以20, 那是66500, 66500, 你再加上一个3000多的数字, 是不是69000多, 对不对, 那71522很明显是大于69000多, 那直接选, 直接可以了, 这就是反向思维算更快一点, 再接下来比如说22年, 22年的话也是, 我用3329乘以20, 那结果呢也是, 大概是66600, 对吧, 66600, 然后呢, 我再加上一个, 它自身3329, 好, 它俩的结合加在一起, 是不是76298很明显大于它俩的合, 对不对, 好, 这样的话算的会更快一点, 反向思维算, 嗯, 由除法形式, 这两个因人而异, 去适当选取, 好, 求的是比重, 比重的表达方式就是部分除以整体, 好, 那么在这里面整体的话, 得是2022年的指导总数, 定位到原文的话, 2022年怎么求呢, 告诉我们2023年1月份是81637, 比上年末, 也就是2022年末, 比2022年增加207本, 所以说2022年的劣势就应该是81637减缺207, 那结果呢是81430本, 好, 这里是81430, 那么分子, 也就是部分, 它得是非非极类, 那非非极类, 我得用总的减去非极类, 是不是, 2022年非极类, 是76298, 那么非非极类呢, 这应该是81430减去76298, 好, 那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估算的, 看选项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你看一下分子, 81430减去76298, 这个结果呢是一个5000多的数, 然后5000多除以一个81430, 它的伤首位是几呢, 是不是6啊, 就直接写A即可, 这样的话很快, 考场的时候不用这么去, 这个每一步都给它算出来, 好, 来看一下第五题, 第五题, 它说根据上述材料以下说法错误的事, 一定要注意这种题, 它说的是, 以下说法是正确的事啊, 还是错误的事啊, 千万比较差, 那做第五题这种小综合分析题的这个原则呢, 我们是可以先一后难, 有时候可以去先做你这个你认为比较容易的, 把你容易的这个确定以后呢, 剩下这个难的呢, 如果只剩这个唯一的这一个难的, 那你可能就直接能够判断出选项, 那如果剩两个难的你都不太做, 不太会的话, 你就做也不太会, 你就可以可能就去这个蒙一下了,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其实还可以根据大家的习惯啊, 或者说可能说一些老师会说, 跟大家说, 我们去做真题的时候啊, 我们因为考试真题嘛, 考试真题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选项的这个, ABC第四个选项的这个分布, 以及这个出现的品次, 那么综合分析题呢, 在考试真题当中相对来讲, 可能说这个CD选项考的比较多, 然后呢, AB比较少, 虽然大家呢, 可能也会去先做CD, 然后再去说AB, 还是, 具体是哪种方法要因人而异, 因为谁也没有保证你今年考试, 一定是就是我CD多, AB少,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你先做CD了, 但是实际上答案是在AB之前选, 那你有可能也是在浪费时间, 那具体就因人而异嘛, 好, 那么这道题啊, 还是老师是给大家贬成了先一后难的这个方式讲的, 为啥呢, 因为你看A选项, 它说的逐年增长, 那这种题肯定是我观察数据就能够快速判断出来, 很简单, B选项是求了两个数字的这个增长率, 也很简单, 然后D选项呢, 是求的是年级增长量, 这个公式我非常熟悉, 也很简单, 那么C选项呢, 可能比较长, 并且呢, 从你资深的角度来讲, 可能还暂时也没见过这种题, 那么C选可能比较难, 那我就先做CBD, 这样的话我可以去排除, 就是边排边看嘛,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A选项, 他说19到20年, 飞机类民航驾驶员执照数量成逐年增长的执照种类只有一种,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吧, 飞机类的执照种类, 来, 时间是从19年开始, 我们看航线运输驾驶员, 航线驾驶驶员19是26670, 2020年呢是26046, 所以说这两个是已经在逐渐了, 就是他不符合, 商用呢, 33028到35535到39981, 再到4349都是在逐年递增的, 所以说商用符合, 然后看多人置机组, 从193到192已经在递渐了, 所以说不符合, 私用, 从3568到3459也是在递渐, 所以说私用我们也不符合, 那综合在这里面符合的只有商用驾驶员, 所以说A选项呢, 是正确的, 他让选择错误的, 所以说你千万别看完A, 我一下把A选上, 这种是细节问题, 来看B选项, B选项说2022年我国直升级类民航驾驶员指导数量比2018年增长7%以上, 那么在这里面2022年的数据就应该是3329, 2018年的数据呢是3107, 那想要求增长率, 增长率的公式呢是限期量减去机器量, 再处理机器量, 然后去考试的时候也千万别都落在纸上, 这样的话不会增加你这个考试的时间, 那分子就是两个数做减法, 3329减去3107, 直接把那个增长量直接写出进行222, 然后再处理这个3107, 考试的时候也必定把那个3107写出来, 2222除以3107很明显, 商的首位是不是以7开头, 以7开头对吧, 所以说它增长率是满足7%以上的选择B选项, 通过商首位就能够判断出来, 然后来看D选项, 求的是19到22年的商用的直升级类商用, 它的年均增长量还是, 年均增长量, 那么江苏审考的机器要往前推一年, 所以它的机器是2018年, 好,2022年的数据是2561, 2018年的数据是2116, 那么列市是2561, 限期量减去机器量, 再除以年份差, 那么年份差在这里是多少呢, 因为18年的二年年份差是4, 所以说此时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分子是一个大于400的数, 对吧, 那除以4呢, 很明显得大于100, 也不用算, 就是定选项是正确的, 很明显你A,B,D都摆除了, 它们错误了, 那就选择C了, 对吧, 正好C可能你觉得比较长, 我不想看, 或者说不太擅长, 那你这种情况也是能够选出正确选项的,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C到底是怎么做的, 他说2023年2到12月, 每月增长的数量, 均保持1月新增的数量不变, 好, 什么叫做新增的数量呢, 1月新增的数量, 所谓的1月新增, 是不是跟这个1月开始之前比, 这是新增的, 对不对, 那你们看跟1月开始之前比, 新增的是多少呢, 2023年1月, 比上年末增加207本, 那你说, 2023年1月, 我得和2022年12月去比较, 所以说此时, 也就是1月新增的数量是207本, 然后2到12月, 每月增长的数量, 那在这里面, 是不是也是相当于是2月新增的数量, 然后3月新增的数量, 2到12月每月新增的数量, 均保持1月新增的数量不变, 那也意味着2到12月, 每月增长的数量, 每月新增的数量呢, 也是207本, 他想要求2023年底, 是多少本, 那么我们看, 2023年1月, 根据提案当中的已知识据, 2023年1月已经是81637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2月是在1月的基础上, 新增207本, 对不对, 然后3月呢, 2023年3月呢, 要在2月的基础上再增加207本, 4月呢, 要在3月的基础上再增加新增207本, 所以说一共从2月到12月, 一共增长了多少个月, 一共查一下, 一共增长了11个月, 好, 那么207乘以11的话, 我们快速算的话, 也是用207乘以10, 再加上207, 那最终和前面的81637相提下, 结果的是83914本, 83914本是没有到8.4万本的, 所以说C选项是错误的, 总上这道题我们选择C选项, 那对于C选项来讲, 主要是理解它的这个意思, 这道题新选项的意思就是2到12月, 每一月新增的数量, 均保持一月新增的数量不变, 所谓的新增就是和你在这之前的所有相比, 是这个新增的, 那在这里面因为它是涉及到的是月份, 所以说它相当于是环比增长量, 相当于是环比增长量, 好, 那么目前为止这个资料我们就讲完了, 本篇资料我们需要掌握的支点呢, 就是第一篇关于增长量的公式, 第一题增长量公式, 第二题呢是关于年级增长率的公式, 以及大家有比较, 然后第三题呢需要掌握的是关于多几倍的这种考法, 然后第四题呢需要掌握的是关于这种, 但非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小细节, 千万别找差数据, 然后像第五题的话主要是关于这个C项, 可能说大家呢接触的比较少, 或者是这个题可能比较长不太好理解, 然后知道一下这种题怎么做, 什么样的新增, 所谓的新增就是和在这之前所有的比, 它是新增的嘛, 然后因为在这里面说的是月份, 所以说它也就相当于是在说的是跟月份相比, 就是一个环比, 那么目前为止呢这个其他一题我们都讲完了, этим部astes静有点赞材财号, 在转账超来的 中文方面景传入 小兄弟和移行 Soft words 所以一直所属识所的 qu计在上约磁 第一个隐形独的 有少许八月 私下约 drug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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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